本週佳話且聽楓言 各位好 我是佳楓 歡迎收看歐洲衛視 巴黎大視野 在YouTube上收看節目的朋友 記得點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前不久 匈牙利議會批准了關於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的議案 瑞典就成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32個成員國 在瑞典之前 芬蘭已經加入了北約 這對於目前的國際形勢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俄烏衛衝突爆發 芬蘭正式踏入北約的大家庭 這讓俄羅斯和芬蘭的兄弟般的關係急轉直下 10月27號 俄羅斯外交部發布公告說 俄羅斯得了斷了芬蘭的邊境合作協議 結果 從去年11月開始 芬蘭可是一步一步的把俄羅斯的所有邊境口岸都給關上了 等到了2024年1月份 芬蘭政府居然決定東部和俄羅斯接壤的 8個邊境口岸的關停時間還得延長 最少要拖到2024年的2月11號 俄分摩擦的背後主要還是因為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矛盾的激化 外面的風聲傳出來說 可能有個新的鐵幕要降臨 這鐵幕說的是冷戰時期的那種遮遮掩掩的狀態 此前 俄羅斯總統普京甚至說 歐洲人正在用鐵柵來把自己和俄羅斯隔開 還要搞新的鐵幕 關門的可不是俄羅斯 是歐洲自己隔 在俄分邊境合作協議被取消的時候 就在1月22號這一天 北約搞了個為期4個月的 堅定捍衛者2024軍事演習 展示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的團結 力量和決心 23號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還投票批准了 瑞典加入北約的議定書的提案 如今 瑞典已經成為北約的議員了 俄羅斯和烏克蘭鬧翻之後 咱們回頭看一看 2022年5月18號 那個一直選擇保持中立搞不結盟政策的芬蘭 居然毛遂自見 說要融入北約大家庭 結果呢 等到次年的4月4號 芬蘭居然真的就順利加入了北約 成為了這個大家庭裡的第31個成員 從那天開始 北約和俄羅斯的這個陸地邊界 就拉長了 大概是1300公里 那之前呢 俄羅斯和5個北約成員國的這個陸地邊界 也只有1215公里長 芬蘭總統加入北約的那天聲明說呀 每個國家都在最大程度的提升自己的安全 那芬蘭也不例外 同時 加入北約給了芬蘭更高的國際聲望和行動空間 作為合作夥伴 芬蘭這些年一直積極參與北約的事務 未來 芬蘭要為北約的共同威懾和這個防禦來貢獻一份力量 可是俄羅斯外交部的回應卻是另一番掉掉 他們說呢 北歐曾經是世界上最平靜的地區之一 但自從芬蘭加入北約之後啊 這地方的這個情況就變了味兒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直接說呢 說北約的這個擴張破壞了俄羅斯的安全和利益 俄羅斯很堅決要採取反制措施 戰術和戰略上來保證自駕的安全 那芬蘭一旦加入北約 俄羅斯和芬蘭的這個友好氣氛就瞬間崩塌了 芬蘭對俄羅斯開始採取制裁措施 說俄羅斯是威脅 俄羅斯反駁 說芬蘭一直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 就給俄羅斯的外交官扣上了一個間諜活動的帽子 還把對俄羅斯公民的這個入境限制給加強了 對俄羅斯的銀行的這個支付啊 也是搞起了一些限制 更離譜的是 芬蘭竟然給懸掛俄羅斯車牌的車輛劃了刀 直接封殺了他們進入國門的這個通行證 2023年10月27號 俄羅斯外交部宣布要回應芬蘭的對抗行動 包括切斷與俄羅斯的貿易 經濟和地區間的聯繫 還有針對俄羅斯籍人士的歧視性簽證政策等等等等 俄羅斯說 為此他們會終止與芬蘭促進邊境地區合作的協議 正式說白白的時候是2024年的1月24號 這個協議啊 可是俄芬兩國政府在2012年4月13號親自簽署的 協議規定的明明白白 要促進跨境交流與合作 讓邊境地區的交流貿易和旅行變得更加的方便 俄芬雙方還同意在邊境地區搞一個科技 文化 教育 醫療保健 旅遊 體育 基礎設施發展 國家和市政管理等等方面的合作 還商定了一塊這個制定邊境地區的領土發展戰略 強調兩國應該增強這個經濟發展 解決共同問題 促進邊境地區 人民之間的接觸和交流 但這一些都是變成了曾經的故事 過去的10年裡 兩國可是在雙方的文化合作 環境保護 社會福利 商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領域 投入了數百萬歐元 可是自從俄烏衝衝突爆發以來 俄芬之間幾乎所有的跨境合作都被迫停擺 俄芬的緊張關係一路飆升 去年11月以來 芬蘭可謂是斷斷續續的 關閉了與俄羅斯之間的所有邊境口岸 理由是 要阻止非法移民從俄羅斯湧入 現在 芬蘭宣布將兩國之間所有的8個邊境口岸 關閉的時間延長至2月11號 多年來 芬蘭和俄羅斯的邊境官員一直緊密合作 阻止非法移民湧入兩國 然而 根據芬蘭移民部的數據顯示 自去年8月以來 已經有900多名移民抵達了芬蘭 其中11月份就有800多人 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敘利亞 也門 索馬里 伊拉克和阿富汗等等國家 芬蘭當局表示 與以往不同的是 即便缺少簽證等等的必要文件 俄羅斯當局似乎也對非法移民置之不理 甚至是提供幫助 這樣俄方必須對此負起責任 俄羅斯方面對芬蘭的指責是斷然予以否認的 認為芬蘭的一系列舉動凸顯了反俄的傾向 佩斯科夫明確表示 俄方根本不接受芬蘭的指責 而芬蘭的反俄立場 讓莫斯科感到非常遺憾 俄羅斯與芬蘭一直保持著長期的友好 務實的關係 相互尊重 可惜 現在這種關係被反俄的立場所替代了 外界分析指出 芬蘭之所以如此迅速地關閉邊境 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俄方所做的關於不與芬蘭邊境 尋求庇護者數量增加有關的聲明根本站不住腳 那俄烏衝突的爆發之後 芬蘭將俄羅斯視為威脅 而公眾也支持在俄羅斯威脅面前採取強化國家安全措施 除此之外 在芬蘭國內 社會對待難民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隨著中東地區持續不安 自2015年以來 大量的難民就湧入了芬蘭 最初 芬蘭對待難民採取了一個積極的態度 甚至有總理西比拉表示說 要把自己北部的房子提供給難民 然而 龐大的難民群體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包括對芬蘭婦女兒童的騷擾 對教育和社會福利體系的衝擊等等 因此 反對接受難民的聲音就逐漸上升了 在2023年6月的議會選舉之後 中右翼的芬蘭民族聯合黨與極右翼的芬蘭人黨 以及其他兩個右翼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 表明將在歐洲建立一個新的反移民政府 俄分關係一直在持續惡化 背後使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人們開始擔心 歐洲可能再一次被一道新的鐵幕所籠罩 就在2023年12月 芬蘭和美國簽署了一份防務合作協議 這個協議讓美方可以使用包括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訓練區和倉庫區在內的15個區域 並且還允許美軍在芬蘭境內提前部署 國防裝備和物資 芬蘭即將迎來總統大選 而總統職位的有力競爭者 前總理亞歷山大斯徒布最近就表示說 如今芬蘭具備了軍事力量 北約新成員國身份以及與美國簽署防務合作協議的三重保險 這樣芬蘭在俄羅斯的威懾力上更強大 使得芬蘭處於歷史上最安全的時刻之一 然而芬蘭與美國簽署防務協議之後 俄羅斯外交部緊急召見了芬蘭駐俄羅斯大使安蒂赫蘭特拉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曾表示說 芬蘭駐俄羅斯大使被告知 俄方對於北約在俄羅斯邊境集結軍事力量 對俄羅斯安全構成威脅的行為 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格魯什科曾表示說 俄方計劃在西部和西北部方向增強軍事力量 他明確表示 如果北約其他成員國的軍隊和設施出現在芬蘭境內 俄羅斯將採取進一步措施 切實確保軍事安全 值得議題的是不僅是芬蘭 去年12月美國還與丹麥和瑞典 簽署了類似類型的這種協議 此前美國還曾與挪威和冰島簽署過類似的房務協議 一些分析是認為 美國與北歐地區的房務夥伴關係網絡 正在進一步的完善 當時瑞典加入北約的進程取得了關鍵性的突破 在當地時間的1月23號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批准了有關瑞典加入北約的決議書 這表示瑞典在等待了整整20個月之後 終於克服了加入北約的一大障礙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當天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 今天芬蘭離加入北約更近了一步 土耳其議會通過了支持瑞典成為北約成員國的投票 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那個時候在北約成員國當中 唯一沒有批准瑞典加入的是匈牙利 不過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此前也表示說 匈牙利將遵循土耳其的決定 正如外界的推測 如今瑞典就正式加入了北約 就在瑞典加入北約議定書獲得土耳其議會通過的前一天 北約啟動了為期四個月的堅定捍衛者2024軍事演習 北約方面表示這次演習將展示 是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的這個團結力量和決心 彰顯北約能夠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跨越數千公里 從極北地區到歐洲中部和東部 進行並維持複雜的這個多領域的行動 清廷捍衛者軍演每三年舉行一次 上一次是在2021年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 軍演規模曾大幅的縮減了 而2024年的一個軍事演習 在演習的人員 調動設備還有持續時間等多個方面 都創下了冷戰之後的新記錄 總計有來自31個北約成員國 和當時即將加入北約的瑞典的9萬名軍事人員參與演習 包括50多艘艦船 還有80多架戰鬥機 直升機和無人機 以及至少1100輛戰車 此次演習規模在今年來堪稱最大 僅次於2018年的三叉戟接點軍演 北約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羅布·鮑爾最近就說 北約成員國必須認識到 和平並不是必然的 這就是為什麼北約部隊要與俄羅斯的衝突做好準備 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引述《環球時報》的報道稱 北約首次公開承認 這次演習是為了應對俄羅斯可能發動的進攻 試圖通過此舉來告訴西方民眾 這場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 之前 北約曾表示說 此次軍演的目的在於展示該聯盟 有能力保衛在北約與俄羅斯邊境的所有領土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格魯什科批評稱 堅定捍衛者2024是挑釁性演習 明顯具有侵略性 是在炫耀武力 試圖對俄羅斯施加軍事政治壓力 這標誌著北約回到了冷戰模式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一場記者會上也表示說 西方正在對俄羅斯進行混合戰爭 並在推動烏克蘭危機升級 這加劇了新的戰略風險 外界分析指出 當前烏克蘭戰局當中 烏克蘭轉入防守 西方對烏克蘭援助減少 北約可能希望通過這次軍演遏制俄羅斯的進攻勢頭 此外 這次軍演還表明 北約正在迅速從危機應對模式 向作戰聯盟模式轉變 本週佳話 且聽封嚴 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巴黎大視野 在YouTube上收看節目的朋友 記得點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佳豐 咱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